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四段 先看第四段第一句话 它说 Audiences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found it pleasant to escape to a time when life, though hard, was relatively simple Audiences,这是观众们 这是整个句子主语了 然后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协体字是后制定语 借次段的后制定语修饰前面的观众 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底的观众 就是那个时候西部片正在盛行 一九一几年到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那么觉得这是令人开心的 Found it pleasant 你看又出现形式避语了 it有形式避语 后面有避语部 所以真正避语 还是动词不能是to do 整个划横线的部分是真正避语 能够逃避到这么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呢 后面迁套了一个Wayne引导的定语从具 这个时代 生命生活尽管比较坚信 Though hard 就是迁套在时间壮与从具内部的 一个让步壮与从具 Though hard 相当于Though it was hard 那个it 就是它所在的句子主干里的life的主语 统一了吧 后面又是was Though it was hard 那it was被去掉了 叫Though hard 但相对比较单纯 就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观众 觉得能够逃避到这样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那时候生活尽管很艰辛 但相对比较简单的时代 是令人开心的事 说为什么西部片当时那么流行 里面一个小细节就是decade 它相当于ten years 十年 还有一个one hundred years 百年 叫century 还有one thousand years 千年 叫millennium 我们说的new millennium 新千年 就用它 我们分别读一下十年 decade 百年 century 千年 millennium 顺便可以把它记录 那么这说明为什么西部片在19 20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很流行 大家喜欢逃避到这样一个时代 为什么呢 那么第二句话给了个原因 we still do 我们依然还是喜欢逃避到这样一个 生活经过艰难 但是相对简单的时代 这个do代替前面出现动词段语 为什么呢 后面给了一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黄颜色 是living in the world of living 做中心词的飞味动词 当原因状语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是因为是未知引导的一个 定义从具来修饰这个世界 在什么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 不需要人战的侵略 战争 虚伪 什么 什么 狡诈 什么 什么无政府主义 都变成了我们 这个日常生活中的 还有这个 渐渐破坚的杀戮 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都需要 赖以生存的一个准则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 也是整个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 we still do living in a world in which and declared aggression war hypocrisy shikinery anarchy and impending emulation are part of daily lives we all want a code to live by 看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we still do 我们依然会这样做 这个do 代替前面出现的动词端语 we still find it pleasant to escape to a time when life though hard was relatively simple 我们依然觉得 逃避到一个生活相对 尽管比较艰难的 相对比较简单的 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依然觉得令人开心 为什么呢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整个的 这个非为动词当原因状元来用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什么世界 后面就是因为是引导了一个定义从具 在这个世界之中怎么呢 不宣而战的侵略 战争 hypocrisy 虚伪 chickenery 诈骗 enity 无政府主义 和渐渐临头的杀戮 都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都需要赖以生存的一个准则 当然we still do 当然代替的是 we still find it pleasant to escape to a time when life though hard was relatively simple 整个这一大堆 前面都出现过 用一个主动词do 代替前面出现的动词端语 好 后面没什么说的 就是那Libby主义 Libby叫做按照什么什么来生活 I've always tried to live by my face 我一直在努力按照自己的信仰来生活 21课也是我们四册中 一个重点的五星级的一个好的课文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把它仔细复习清楚 里面那些重点的习语搭配 和一些固定的一些句型 希望大家把它牢牢的背下来 好 21课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